哇 可不可以不要放这样的照片 今天我们准备玩个大的 大家好 我是酷笑 哈喽 我是克里斯 那我们是一队结婚15年的这个夫妻 今天我们准备玩个大的 把我们的黑历史给爆出来 先留个悬念 大家先看照片 哇 可不可以不要放这样的照片 真的太吓人了 第一次去宏远自驾的时候 李希 石像虎 对 石像虎 我感觉我的人色要崩掉了 这张是在杭州 那个时候其实蛮流行 Polo3拿来丽领穿 奋斗 我是陆涛 那个你指甲叫什么 夏琳 哦 夏琳 快点啊 等着呢 第一次去那个雪山滑雪 Centello 笑得很灿烂 就是为了拍这一组结婚照 我被强行说去健身 你开始健身了 他开始健身了 好久不看这些照片了 真的 其实现在看起来 虽然野土 就是看起来野土又丑 对吧 土肥圆的那种 但是还是蛮甜蜜的 说实话哈 我们一直认为是自己是天上天亮的 对 What 天亮的 对了 这张就阳气很多了 苏梅达 这张看到还蛮有料的 蛮有料的 蛮有料的 那个时候最喜欢穿那个 Juicy Couture的这种艳色的套装 已经基本上能够看得出来现在的这个雏形了哈 对 好像这个动作之前也比过 再比一个 从这一年开始的话 我们的外形的话 跟现在最接近了 开始比较接近了已经 刚看那么多照片的话 就是为了解答我们周边朋友的一个好奇心 怎么变成现在这样子的 因为有很多朋友的话 大学毕业以后 就油腻了嘛 当你变油了以后 别人就会对你腻了 太不搞笑了 好 那我们来归纳一下 第一个 运动 第二个 饮食 第三个 良好的生活习惯 第四个 保养 第五个 心态 岁月这个东西它到底是 杀猪刀还是雕刻刀 其实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 不光是外形上 还包括内在 包括保有的这种好奇心 因为人是一个整体嘛 就是你既有外在的 然后也有内在的 就是这样子 内外要相结合的 要匹配 然后呈现了一个整体的你 请大家关注我们这对 结婚已经15年的夫妻 拜拜 拜拜